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便是今天的主角雷洪 雷洪是台湾知名男演员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但他的影视剧《鲁冰花》《再见阿狼》《又见阿狼》等等都深受观众欢迎 他的感情生活和作品一样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代的婚姻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形式 但是雷洪却同时坐拥六位伴侣 其中最小的伴侣比他小四十多岁 堪称是妻妾成群 还被称为是当代为小宝 除此之外 雷洪还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 一共八个孩子 还有三个孙子 每个月需要支付巨额生活费 每一次拿到酬劳 都会被这几个女人瓜分干净 他说 金钱方面的压力很大 精神方面的压力也不小 老婆们经常会争风吃醋 真的很头疼 而雷洪跟子女们的关系其实都很差 虽然有八个孩子 但关系并不和睦 雷洪还透露遗产会平均分配 2021年5月雷洪上命运好好玩时 自责过往太多情 不懂得照顾家人 与二儿子近二十年未见 今日终于见面 但二儿子起初站得老远 眼睛盯着雷洪不说话 后来才冒出一句 爸爸 你认识我吗 这句话让雷洪当场痛哭 直言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儿子呢 雷洪说 之后他与二儿子坐下来谈话 惭愧表示 儿子 过去都是爸爸的不对 我也不希望你们以后 再步入爸爸的后尘 你们都是男生 可能结婚后还会遇到其他女生 如果当个朋友还可以 不要选爸爸这种做法 他更痛批自己是害人害己 其实这两年雷洪过得并不如意 2022年 74岁的雷洪还活跃在荧幕中 近期他应在戏剧搜寻者中 饰演流浪街头的街友 满脸落腮糊极为落魄 而这部戏也让他有感而发 他现在不再用大男人主义的方式 经营爱情 而他也懂得吸服了 雷洪进一步透露 他以前就是年少无知 男人有钱就开始搞鬼 做了不好的示范 他要把自己过去不对的行为 告知天下所有男人 此外他也强调 现在的他不会再和以前一样 他真的结婚安定下来了 雷洪出道以来演技不错 获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雷洪的全盛时期 不仅在苗栗买一处3000平别墅 还在新北市永合一条街 坐用20多栋房子 随着名校的财产增加 他的私生活也成为吃瓜群众的饭后谈资 竟然同时拥有一妻五妾六个女人 据他自己透露 每年过年是最崩溃的日子 不仅要发很多红包 还得平衡妻妾们的关系 让他们不要吃醋 他拥有一妻五妾的事情 也是前几年才被曝光的 毕竟法律只允许一夫一妻 他只语言配登记结婚 其他五个女人算是女朋友 也就是妾 雷洪曾大方自曝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很霸气 会把老婆们的气焰往下压 老婆们经过几年的磨合 也渐渐有了感情 没了仇恨 彼此都以姐妹相称 雷洪还说 自己会把赚来的钱 交给老婆们掌管 还主动帮他们告知不动产 他的每一个老婆 名下都有一栋独立式住宅 不过 这些盛况在2018年 已经宣告结束 因为这六个女人都跑了 只剩下雷洪 据说 是因为雷洪的老婆炒期货 赔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面对如此严重的财务危机 他只能卖掉豪宅 宣布破产 没有了钱 老婆们自然会跑掉 对于这件事情 雷洪很看得开 他表示 过去的也不会追究 就当是自己欠他们的 小孩子也都跟着母亲走了 自己一个人很省心 2019年7月 雷洪参加梁修身女儿的婚宴 久未出现镜头前的他 看起来消瘦憔悴 他言 这半年来刻意瘦身 原本80公斤 现在掉了34公斤 他说 年纪越大越不能胖 虽然瘦一点会感觉比较苍老 他也感叹世道不好 资深一人发挥空间少 两年来在明世 一直未有戏剧演出 心情超闷 他拍完幸福来了 未再拍八点档 心里难言悲凉 哀怨道 听话没饭吃 不听话也没饭吃 讲实话 公司任何事我都很配合 也没得到疼惜 雷洪叹言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有得罪人了 毕竟已经凉档了 把我们晾在那里 他还强调 自己要的只是尊重 也没想过跳槽 算了 年纪这么大 去哪里呢 民事对我也不错 我们要摸着良心讲 别人没有的 我们都有了 要说走没道理 我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互相关照一下 不过雷洪并不孤独 他女人缘很好 单身了三年后 雷洪又交到一个 五十多岁的女朋友 他大方承认恋情 并表示新女友很好 到了七十多岁的年纪 已经没有了 年轻时的激情和冲动 只需要有一个照顾自己 对自己好的人 尽管女友并不年轻 但不需要担心她的健康 2019年五月 雷洪在一个节目上爆料 自己患上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病症 具体的病因也不知道 只是自己打扫树叶的时候 碰到了什么东西 导致她手上涨满水泡 以至于水泡蔓延到了全身上 严重的时候 身体一度溃烂 指甲都烂掉了 医生也没有诊断出病因 最后做出免疫系统失调的诊断 因为这个病 雷洪的身体很是虚弱 但幸亏发现得早 不然很有可能发展成败血症 后来她又患上了突发性耳鸣 十分辛苦 医生认为是太过操劳导致肾虚 正是在她落魄的时期 现任妻子曾心仪一直在医院照顾她 病情才有所好转 后来雷洪把身体养好后 也就逐渐退出娱乐圈 有人说 这下她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反省自己了 可是没想到 2019年11月 71岁的雷洪和小21岁的曾心仪结婚了 直到2020年的时候 这段感情才曝光 很多人不理解雷洪 明明被伤害那么深 难道还要再受伤一次 而且这次的妻子还是小21岁的 可雷洪却表示 人都有生老病死 我的年纪也不小了 身边不能确认照料 有时候也会感到寂寞 所以有人喜欢我 愿意爱我 照顾我 我愿意选择结婚 结婚一年多 夫妻俩入住 杨梅千户社区的新房 互相扶持 过上了平淡的家庭生活 她说 我年纪有了 要的是被照顾 怕的是孤独 所以决定改邪归正 她直呼 过去多妻的状况 绝对不会再发生 现在只要忠于一个人 雷洪浪子回头 兵惭愧地说 我要很慎重地讲 以前那种生活是错误的 我还要告知 所有天下的男人 我以前行为是不对的 老婆也要讨一个就好 雷洪不但爱护在婚期 也暗无及乌 观照老婆的子女 老婆的子女开店做生意 她有空就去捧场 她说 自家是拥有 两千多户的大社区 因为占地面积大 防疫期间宅在家 她每天就骑脚踏车 在社区外围绕一绕 同时她还有独门 五脏六腑养生操 在家就能做 例如将琉璃台当地面 双手扶着琉璃台 做伏地挺身的动作 就能提升心肺功能 她笑说 这动作我做了一二十年了 所以能年过七十 仍是精神状态良好 雷洪三年多没拍八点档 这几年来她拍广告 电影 大爱共识戏 挑战不同的纪录 在民事金钟剧 日食游戏中 饰演一名企业董事长 提到剧中描绘 上流社会 纸醉金迷的豪舍生活 利用潜规则 达到利益目的 雷洪坦言 现实生活中的确会发生 她亲眼见过不少肉体交易 金钱往来的发生 所谓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就是这般 2021年8月 瘟疫持续升温 雷洪也在家做好防疫 正值新婚 又有娇气在家陪伴 她的防疫生活 过得是有滋有味 她还向媒体 透露了自己 防疫期间的新婚生活 雷洪向媒体表示 自己很喜欢 目前的婚姻状态 虽然娇妻比自己小21岁 但会用包容 沟通来化解夫妻矛盾 让她忍不住大赞妻子 温柔忍让 在采访中 雷洪一个劲地强调 太太真的很温柔 还笑称 太太似乎有些恋父情节 把我当爸爸在服侍 虽然只是一句调侃的话 但也从中感受到妻子 把她照顾得非常好 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 年龄差没有影响到 这对新婚夫妻的感情 相反 雷洪透露 太太很会营造恩爱气氛 两人现在十分相爱 自在结婚后 雷洪干于平淡生活 昔日风光如过眼云烟 她说 有一年老母亲从苗栗北上 雷洪就带着妈妈到新北市永和一条街 指着林立的楼房告诉妈妈 妈 你看 这一条街有二十栋房子都是我的 妻人之福看似风光 但雷洪直言 从年轻到现在 即使做生意时 她也不聘请司机 她自嘲表示 因为所有的老婆都会问司机 我去了哪里 晚上睡哪一个老婆那儿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对比现在的情况 雷洪只要对一个老婆交代 开口闭口都是老婆 她感叹 一生所求为何 不是家财万贯 而是身体健康 无怨无悔 问心无愧 如今 雷洪留有苗栗别墅 也在桃园杨梅买了一栋房子 和老婆与前任丈夫生的孩子们 相处得十分愉快 从曾经的坐享其人之福 到现在一心一意对妻子 或许正是经历了人生的低谷 雷洪才更加珍惜妻子的陪伴 能在晚年找到新的爱情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雷洪 能够和妻子一直幸福下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